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2016年木蘭足球聯賽的比賽精華 我是李鴻斌 這場比賽呢 台北SCSC對上了花蓮台開 是來到了台北的百齡球場進行對決 那在兩支隊伍賽前 積分榜上剛好只有一分的差距 再看一下積分榜 目前台北SCSC 一勝一合一敗的戰績積分四分 剛好領先的少賽一場的花蓮台開 一分的差距 花蓮台開今天這場比賽如果可以贏球 可以躍居在積分榜的第二位 這個球技他們要尋求的是開在木蘭聯賽的三連霸 而台北SCSC這邊的先發門將朱芳儀 在缺席的兩輪比賽之後 是重新回到了先發陣容當中 那麼這位中華女卓的國門 是因為趕回加拿大去辦理 那麼駕照的一些事宜 所以才缺席了這段時間的比賽 今天執法的裁判 則是由許敏玉來擔任主台判的工作 好上半場比賽 將是由穿著黑色球衣的台北SCSC 率先開球進入畫面左側的大門 花蓮台開則是穿上了黃色的戰袍 開賽兩分鐘 左側的角球開出來 在進區內最後 周軍儀的頭腿在遠駐的位置 許承珍在 右側的門駐前 即時的大腳把球踢出了進區 接下來第四分鐘 左路的低傳 右腳推射 可惜啊 陳英慧 這是抖勾彈衛林 在左路的低傳非常的到位 對門將一對一的情況 這一腳的推射 可惜竟然打偏 相當好的破門機會 接下來 台北SCSC 左路的直線撞牆 這個傳球 可惜太靠近門將 直接被小潘潘婷給沒收 這是周軍儀跟丁琦的撞牆配合 在左側底線前 船中 可惜太靠近守門員 好 第17分鐘 周軍儀這邊撞倒了 要帶球的陳英慧 裁判 徐敏毅 吹判犯規的同時 還掏出了黃牌 黃牌警告 看一下在防守上面 這個右手手軸的動作 太大了一些 倒地的陳英慧好像還 去撞到了他的右手軸 好 右路的船中 頭槌可惜 直接頂給了門將 第34分鐘 中華女豬的國甲林亞韓 的右路 吊鐘 在中間是7號的丁琦 做頭槌 可惜頂得太正了 好 比賽來到第44分鐘 進去外面是吳士平的遠射 踢出了界外 這場比賽 這場比賽也是在 下午3點半開始進行 相當炎熱的天氣 最後 好 吹判吹響了上半場比賽結束的哨音 雙方戰爭了0比0 下半場比賽 換成是換聯台開 開球進攻畫面左側的大門 好 下半場開賽在20秒鐘 這時候 台北ACC的後衛王嘉玉 是殘倒了 走過譚問0 接下來這個自由球射門 宇宙琴是打高了 不過這時候 台北ACC剛剛王嘉玉 是領到這場比賽的第二張黃牌 那下半場比賽 台北ACC將是 一少打多 結果這時候 丁琦的射門打在門柱上面 彈回來之後 卸佩芬的跟進射門 則是被門降了 潘提議給沒收 看一下丁琦這個 左腳打門不偏不倚 打在右側的門桌上彈回來 卸佩芬後面跟進 右腳射門 結果打得比較正了一些 小潘 趕快把球給爆下來 有驚無險 花蓮抬開 沒有丟球 接下來 抬開又入船中 被謝玲頂頂出來之後 那麼由 余秀晶 進去外面直接凌空射門 可惜是打出了界外 余秀晶 在第一個球技 也是效力於台北ACAC 他也是畢業於台灣師大 最到的大部分都是他的學妹 第60分鐘 右路船中 左腳射門的是 卓麗萍 第一時間的射門 看到陳英慧的傳球 兩個人配合的不做 左腳射門 可惜被門降 朱芳儀給拖出了底線 接下來 抖過譚問林 殺到進去 左側橫船 射門 球進了 GO 進球的是13號的吳思平 也是在這邊 率先打開了他的前東家的大門 他也是逼列於台灣師大 在上個球季效力於台北ACSC 以66分鐘 花蓮台開 終於首開記錄 取得1比0的領先 這個進球也是 今天兩隊 在設施32度的高溫之下 兩場的木蘭聯賽 唯一的進球 好 右側的腳球開出來 頭槌頂到了門湄 今天兩隊跟門柱門湄特別的有緣 頭槌攻門的是陳雅惠 替補上場 這時候打到了門湄下方 竹芳儀趕快把球給抱住 好 全場補師來到了第三分鐘 這時候 裁判徐敏毅也吹響了 全場比賽結束的哨音 花蓮抬開就是靠著吳思平的進球 以1比0 氣走了台北SZXC 拿下他們本季的第二場勝利 他們戰績2勝1敗 這時候也是超過了台北SZXC 越居到7分榜目前的第二位 7分是6分 跟領先的新竹FC只剩下一分的差距